金曲創作才字維麗案 代言邀約不斷 十分愛喝奶茶的他 宵夜當然也少不了飲品相伴 一當在網路上PO出宵夜文 就慘遭抗議 心情是萬分複雜 沒有PO這個宵夜文的時候 大家就會又上來在那邊抱怨說 怎麼今天沒有宵夜文 所以這是一個令人覺得心情很複雜的一件事 維麗案空座滿檔 日前更受王力宏邀請赴大陸 參加蓋世英雄綜藝節目 壓力是大到讓他險些喘不過氣 不管他 我也看不出來他累 但是我知道他休息時間很短 但是他對於任何的事情 不管是舞台表演或是在錄音上面 就算他的休息時間再怎麼少 他都要一直撐 一直推我 希望把我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 在錄影的時候 因為每一集的準備時間都比較倉促 那我的個性比較需要時間去慢慢的準備 所以等於是把自己逼迫出舒適圈 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拿出最好的表現 所以壓力確實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那大部分是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所以確實有覺得自己彩排表現不好 就是回飯店的房間摔東西 但是又很怕摔破東西 所以只能摔枕頭 一邊要錄製節目 一邊要忙新專輯 這也難怪對作品要求完美的維麗案 壓力會如此大 新專輯勢必也不會讓等待 許久的粉絲們失望的